東方風、中風 我們這個地方把它叫野風 就是因為它有一些個性比較難以馴服 陽風如果是你天天開箱、啤啤檢查 基本上它的風性非常穩定 你不會逃跑 可是野風,你如果每天開箱、啤啤檢查 那基本上下場就是風亡停產 或者是整群飛逃 那如果不能天天開箱、啤啤檢查 那我們怎麼從箱外的一個狀況來觀察 蜜蜂是不是穩定呢 以這一群蜜蜂來看 我們有左邊的槽口和右邊的槽口 那你可以看到左邊的槽口 它有一些守衛蜂站在這裡 守衛蜂呢 它頭朝外、屁股朝內、向裡頭山蜂 如果是陽蜂的話,剛好情況顛倒 但是屁股朝外、頭朝內、向外排蜂 這是陽蜂和野蜂不同的地方 好,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這一窩穩定的蜂群 它是右邊的槽口呢 有一些蜜蜂、外勤蜂 進進出出 你只要觀察它有帶粉、帶蜜回來 比較大量的帶粉、帶蜜 基本上這一群的蜜蜂 就表示裡頭有軟有紫 穩定性 你就可以放心了 那為什麼左邊是外勤蜂進出 放到這個地方 那這兩個空間呢 我們就沒有放槽框 那蜜蜂其實是一種 是一種很有效率的昆蟲 你槽框 放在右手邊 那基本上 外勤蜂一看到光線 從這邊打進來 它就直接衝出去了 那採完蜂蜜和花粉的外勤蜂回來 它直接從靠近 槽框的槽口 飛進去 馬上就可以上涼 把粉蜜儲存到 巢穴裡頭去 這就是野蜂的一個特性 那如果我們去野外 拿一個蜂箱去誘蜂 那我們也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道理 去觀察 到底 它竹槽方位 是在右手還是左手 你只要觀察 蜜蜂進出 是在左側 右側 如果是在右側的話 那槽的自然竹槽的位置 一定是在右手邊 當然有些 右蜂箱 它的開口是在中間 那如果開口在中間的時候呢 你就去觀察 蜜蜂一進去之後 它到底是往左邊 串 還是往右邊 跑 那如果是往右邊 跑的話 它竹槽的位置 就是在右手邊 那這個 那這個 對我們未來自來風 過香的時候 去判斷 操作的程序是很重要的 那以上的一個經驗 給您做參考